一天葛优告诉妻子要去拍吻戏 那天妻子专门去看 在葛优快要和关芝林吻上时 葛优的妻子忍不住一顿怒骂 葛优急得扔下关芝林就去哄妻子 从那之后的葛优就一直拒绝拍吻戏 就算推不掉也是届位或者是体身 为此就是让妻子放心 对于妻子的行为 葛优曾说过 他和我在一起时 我还是个穷小子 现在我哄了就得为我妻子考虑 然而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的 葛优的老婆叫贺聪 他们第一次见面葛优就一见钟情 后来的相处葛优也是费尽心思的 博取贺聪的好感 几次相处下来 贺聪也被感动到 贺聪的爸爸嫌弃葛优是个演员 怕自己的闺女受欺负 因此不同意两人的恋情 葛优却很坚持 贺聪被葛优的坚持感动 不过家人的反对两人领了证 就这样贺聪被葛优一直当作宝贝 两人一直想相爱如初 对于葛优的爱妻行为 大家都调侃他怎么还是那个老婆 让他赶紧换一个 对此葛优却很严肃的说 当初人家不嫌弃 我就跟着我一直受苦 现在我们生活好不容易好一点了 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 对此网友都夸葛优真是模范老公的代表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留言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